我們的口罩套有兩塊面布、兩塊中層布和一塊底布 面布和中層布是一對的 首先在這裏車載了大概是7mm的 跟著紙口的那條線 然後面布和中層布都要打開之後 就按一條蚊邊線 蚊邊線有幾蚊?大概是2mm近 令它的形狀更好 如果車載太出的話就會起了角 如果我們有記錄的位置或顏色就是鼻位 如果兩個都向上的話 一個是撥左按線,一個撥右按邊線 這個就是底部,一大塊這個就是底部 兩邊橫口7mm 完成之後,那個握位就在這裏外面 這個就是握位 這裏在這裏外面 跟著第三個步驟就是底部 底部就是這一塊 貼著面那邊 中層布就是這一塊,剛才按了條線那個 那就是夾在一起 握位對握位 這個邊邊是握位 對回這個握位 大頭針握一握 跟著頭尾握一握之後 跟著中間再握一握 就對了位之後 這裏在旁邊這裏一路套過去 有多的就會做了一個公子閘 跟著就繼續撥 這裏就撥過去,這裏中間就做了一個公子閘 上下都是這樣做之後就會變成這樣 車完之後就上下有公子閘 拱起了之後 就戴的時候沒有那麼容易舔到一塊布 跟著就到第五個步驟 我們就把那個面布的面 就是這邊是面 這邊是底抹 面就對回這邊 剛才剛剛打完公子閘的那個面 就吸下去 吸下去之後就是兩邊車 就是7mm這樣車 就是一樣這樣車回去 留在旁邊的椅子位置不要車 接著就在這個位置 車完之後在這個位置 面布的位置和中間的布位的中間反出來 反完之後它在這裏是鬆飄飄的 一定要頂到最出的位置 接著就用來按一條紋邊線 按這條線的話 最好那個白底就不要外露了 所以這個位置就會做得比較好 白底就要入少少的 這樣才可以按 那你如果那個布裡面 你容易刮到有一個痕 那你就可以這樣刮 頂完出去之後這樣刮一刮 這樣它就會回復了 接著按住它來車就可以了 接著到車完兩邊之後 就接到旁邊了 旁邊的耳朵位的那個位置 就是接完再接的 這個如果兩塊布一起攔截 你可以先按一條線 接著接完再接 這個接完再接就會是 我們在 紙樣的位置這裡 就看到那個厚位了 這樣接完再接 接著那個厚位就會向外面 接完再接 這裡就有個位置可以放在口罩的 我們接的時候千萬不要封了那個口罩 還有這個洞 就要夠放穿條一分的平橡巾 回來之後我們就會有 義工幫手穿橡巾 接著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車完的樣子 一穿上橡巾之後 接著我們穿橡巾的位置 就會在下巴那邊 就等大的人 我們這次做給長者 就讓長者更容易看到 在哪邊是上面 和哪邊是下面 我們綁了個列之後 就會用火彈一彈 讓它不會披爛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